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香港的問題 我們這個香港出路的節目目的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是一種真正能夠解決問題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評一些事物 那大家發誓一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探討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法 還有建議我們作為香港人 每人可以做些什麼 當然我們很希望你們能夠用電話的形式也好 或者用ICQ的方法 是和我們參加每一次的討論 這個電話你可以打是2385-4492 2385-4492 而ICQ的號碼是308-084-705 308-084-705 好了,今天和我們一起和大家討論的 有金榮盈先生 以及馬國輝 很多謝這次大家參加 大家好 各位聽眾好 好了,阿金你說最近有些什麼發生? 這個星期醫務委員會決定上訴 先前的判案就是 醫生不讓賣廣告是違反《基本法》 醫務委員會就會上訴 就是認為醫生是不應該賣廣告的 是 其實這個都… 阿袁醫生其實這個都牽涉到幾大的 一個資訊自由的問題 是啊,很明顯 其實這個問題在外國都已經出現過 也都解決了 譬如很多美國的… 譬如美國、加拿大 尤其是美國醫生是已經可以賣廣告的了 不單止醫生可以賣廣告 其實現在在藥廠都可以賣藥的廣告 即是他們認為 即是不讓賣廣告是維護市民的權益 即是他們認為 很容易被人誤導的理據 即是我聽到近來 這幾個星期都是這樣 都是聽到這些理據 是的 還有就有錢就可以 即是譬如醫生有錢一點 這樣就好像賣很多廣告 沒有錢的那些就賣不到 這樣就很不公平 即是他們這樣的理據 是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醫生賣廣告 其實就不是一個香港的法律 只不過是一個醫療的守則 其實香港的法律 大家都認同香港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所以法律的條例是跟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以及香港整體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 你剛才所講的這題目 我相信我們會 楊可英我們下次 我們會詳細跟大家研究一下 我正想問一下袁醫生 其實內裡其實都有很多的 即是很多是值得探討的 即是我都同意 袁醫生 即是我們 即是需要找一次去 特地去談這個題目 是的 或者大家都可以去這方面想一想 到底這個條例 最終受惠的人是誰呢 即是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 經常都很提出 其實很多問題 為何會糾纏不適 經常解決不了 其實只要大家了解 其實很多問題的成因 都是一些所謂專業人士 用一個所謂保護大眾的藉口 製造很多不同的規例 法例 或者專業的守則 其實最終是導致很多問題出現的 其實這個問題 是可以很深入 我們可以再詳細去想一想的 大家稍微先想一想 因為我們今天預備 講一個題目 就是講其中香港的一條條例 相信這個條例 我相信很少人會去認識 我也都知道是香港傳媒 有史以來從來沒有拿出來討論過的 但是那個條例本質是一個 有很深遠的影響力 也都是會令我們大家了解到 為何香港的健康問題 醫療問題 是這麼難解決 其中我就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有一些 很不良的法例存在 我們這些很多問題 是會因此而起的 我們今天想會討論的 就是一些所謂關於那個藥劑 藥劑和毒藥的條例 或者我首先簡單地講一講 這個條例是講什麼 藥劑製品和毒藥的條例 其實何謂藥劑製品或者物質的定義呢 所有凡是能夠用在人或者動物的物質 或者混合的物質入口的 如果是用作下列的用途 那它有三個用途的 這個大家要留心聽一下 第一就是說 如果這些物質是用來診斷、治療、緩和、減輕 或者預防疾病或者其他症狀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定義 那這個就是做藥了 原來叫做藥劑的製品 第二 或者用來診斷、治療、緩和 或者減輕任何異常的身體 或者身體狀態或者任何症狀 它現在不要說病 我不是說處理病、舒緩病、醫療診斷 只是說身體有異常的心理狀態 英文是physiological 不是心理 而是心理狀態 第三 更改、更改、調節、矯正 或者恢復器官的功能 如果任何的東西 我們入口的東西 用在人 或者用在動物的身上 這些物質 如果能夠符合 剛剛所說的ABC 這幾個用途的話 在香港現時的藥劑、製品 和毒物的條例 這個就叫做藥劑 英文叫做藥劑 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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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病有關 第一 還有我永遠覺得政府 我從一個普通市民 一般人的想法 經常會這樣 規範有什麼不好 我下一步先和你再討論 還有我即時有一個想法 就是 我又想問 吃碗飯 這樣算不算 你會否符合到其中這三個條 我飽 他說不是飽 是更改、調節、矯正 或者恢復器官的功能 我肚餓 吃了飽 那就調節了 你的心理狀態 就影響了 緩和了 即是我即時看到這條條例 即是說 這樣是不是賦予了很大的解釋權 給一些 即這些這樣的行政機關 這個不是解釋的 這個很清晰的 好像剛才馬國輝所說 其實任何入口的東西 包括那杯水 這個是香港的 藥劑物品和毒藥的條例 在這個定義之下 一杯水 因為它是能夠舒緩 或者減輕 身體的 異常的心理狀況 即是如果你口渴 個人出現一個缺水的狀態 那你喝一杯水 這杯水是否有這個作用 是可以舒緩 或者減輕 這個異常的心理狀態 那那杯水便成為一個藥 那執行這條條例 是否衛生署 香港來講是西下的衛生署 那就是 那就是賦予了很大的權力 給這個機關去 即是如果他 他認為有需要去做事 就可以隨時 即是背後那個影響 大家可以想想想到 即是 其實呢 在香港的現時 現在這樣的 即是其實在香港法律之下 一杯水 一隻蘋果 一隻香蕉 其實呢 都是藥來的 即如果 如果以這個定義的話 這個是法律的定義來的 不是 這是一個香港白紙黑字 任何人上網可以拿到 拿到這些資料可以看到的 即是在香港目前的法例 有這條這樣的法例 叫藥物毒藥的規例裡面的定義 其實呢 是全世界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平時吃的東西 水啊 飯啊 蘋果啊 生魚 吃一隻橙啊 全部都是可以藥的 因為任何的東西 都是能夠更改 調節 我們身體的 系統的器官的功能 有哪些東西你吃了 是不會有影響 你身體的器官功能 那如果 例如好像現在這樣 即是 這樣的定義 那產生什麼問題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需要做些什麼 即譬如 那你定義了 那我也要照買的 即如果我賣水果的 我照買的 那有什麼後果呢 那他買的水果 他就不會 賬你了 他沒有賬你 即其實 照這個定義來說 你買水果 做到這種效果 那你的水果就是藥 是啊 那你有沒有註冊你的水果 有沒有在藥物條例 註冊你的水果 是某個PIN號 或者DIN 某個Number的藥物呢 我應該就沒聽過 有了 但是 如果我把香蕉 變成一粒粒 這樣就買 可以嗎 那你的香蕉都不行 不要說一粒粒 以現時香港的 目前的條例的定義 你的香蕉就是藥 那袁醫生 我想問 為什麼他要這樣去定義呢 這個問得非常之好 為什麼他要這樣定義呢 他可以隨時制起這條條例出來 作為一個工具 一個政治工具 去打壓一些某一個層面的人 隨時都可以用到 即他認為有需要 對 他認為有需要的時候 好了 你知道目前香港這條條例 通常用在打壓什麼行業的人呢 不用說 一定是醫生你那些 自然醫療 非主流的西醫 中醫 中醫 絕對是 很多的維他命 健康食物 健康產品 買得入口的都可以隨時 其實香港很多的公司 如果經營這方面的生意 大部分都受過這些衛生署 來抄他們 或者利用海關 如果你入一些肥營養產品 維他命 根據這個條例 你已經是 如果你將它注冊做藥物 藥物和毒藥 你要將這些 譬如維他命C 你當它是藥物和毒藥 如果你沒有做過這些 那你就犯了法 它就可以將你的產品 全部充公了 或者是不讓你入口 困在海關那裡 讓你不斷地交倉租 其實香港很多公司 是經營這件事 這個問題不是香港問題 是全世界很多的 經營 所謂自然醫療 用健康產品的方法 來幫助人恢復健康 這些公司 都是受到這條條例的打擊 那袁醫生 算了 我又當一下 我做信聞 我想註冊 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但問題在這裏 譬如你想去註冊的時候 通常它會要求你 你的產品 即它就當作你是藥 是的 在香港目前的條例 你要符合所有藥的準則 你要知道你的產品 有沒有安不安全 製作的過程 合不符所謂藥品的製作水平 還有你有沒有任何科學的研究 是證實你這個產品 是做到任何的 可以更改條理 更正電腦器官的功能 或者診斷治療 要減輕任何的疾病 簡單來說要搞多久 通常來講 起碼兩三年 一個普通的營養素 可能起碼要 如果你自己做的 都要成五萬元左右 因為你要做很多研究報告 給它 要符合它的 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就想入一隻 多種維他命的糖果 是給小朋友吃的 糖果而已 這個糖果裡面 有很多多種維生素 有時候叫他吃維他命丸 他未必肯吃的 所以 有些公司製造一種糖果形式 其實就是多種維生素 抗維炎 他遇到的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知道維他命A 我們的資料上 顯示在這個成分之下 是安全 維他命C又安全 維他命B又安全 但我有沒有資料 顯示維他命A加維他命B 維他命C加上有安全嗎 他就問你拿這個資料 好了 那作為你一個 做這方面的生意的人 你會不會做這些 這樣的研究 還有你知道做這些 這樣的研究經費 是說是數十萬 藥物來講是五千萬 才能夠過到所謂FDA那一關 將這個藥物 可以註冊售賣 當然香港 它暫時來說 不會的 你看回香港這些 這樣的條例 其實是存在了很多 十年 香港很多的 所謂執法人士 我們立法局的很多議員 很明顯他們都不了解 即是我們經常 為一些其他條例爭拗 但其實這條 這麼惡毒的條例存在之後 他們都沒有什麼人出聲 從來沒有見到 還會不會把這個 這麼壞的條例說出來 是說出來的 袁醫生 算了 我又當幫一下政府 是 它為人民服務的 我們政府經常說 是 是 它是否想通過這些 即是藥物 即是藥物 毒死人 是 那是否應該要限制住 有些法例限制住這樣 那維他命斯 是否只是某些人才可以賣 是否不讓毒藥賣 是否這條例的意思是這樣 那條例是藥漬業和毒藥 即是一齊講的 但好了 那你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吃維他命A 或者維他命C 或者B雜 或者礦物鹽 是吃死人的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認識過 有些人是吃這個 是吃死了的 即是 就不多覺 不過昨天 那這個是不是一種毒藥 就不是 不過昨天 昨天就 昨天就 有個 有個西醫 開了一些防敏感的 那些藥水給年輕人吃 糟糕了 下了酒精 又不適 其實這些條例 是否牽涉到這些 為甚麼他們又可以做 那些就是所謂的藥物 那些一般的藥物 一般大家人 只是用一個常理認識的藥物 那你說維他命 是否一種藥物來的 是否一種藥物毒藥 絕對不是毒藥 不是 那我們 買一棵菜都有的 是啊 是啊 任何的東西 有這種成分 那你很明顯 你看到這個 不知哪個設計 這個這樣的法律就出現了 是一個是 簡直是 傻居到絕頂 即是他 如果這樣定義的話 即是玩了 是啊 即是他要你 他要你 收工 就隨時拿條例出來 你就會 充滿你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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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這些法例 團社會就很喜歡這樣 是啊 你可以看到的 所有現在面臨 然後醫療破產 人類的健康問題 然後 越來越差的國家 其實都是有 這一類這樣的條例 那其實這些條例 是最終的目的 都是很明顯 打擊 然後影響西醫業務的 自然醫療的產品 或者服務 的人的所有的方法 其實這個是會 即是你不給入口的話 那 那 市民不就少了很多選擇 即是很明顯 這個這樣的條例 如果你是嚴格執行 其實所有食物店的東西 都是藥物來的 用這樣的定義 當然 他不會這樣去執行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去執行 去到法庭的時候 法官面對這樣的條例 即是他會怎麼去判呢 即是他條例的文字很清晰的 所有食物都是藥物來的 因為呢 所有食物呢 都是能夠影響 我們身體的 心理系統的功能的 全世界 每種食物是不會影響的 好了 那在衛生局 現在香港的做法怎麼樣呢 他就有一點點 即是 他就用他的判斷了 那他怎麼判定呢 如果你這些營養產品 是用一種 就是軟臟的方法出現 或者呢 你用了有一種 叫做 使用的方法 比如一天吃幾粒 之類 那如果這種情況之下呢 那你那些東西呢 就是 就是 藥物了 那你維他命呢 就變成藥物了 好了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你的聲稱 即是說 如果你是聲稱你那件事呢 是能夠做到 剛才所ABC 就是診斷治療 緩和 舒緩減輕疾病 或者 診斷治療 緩和 減輕任何異常的身體的 身體的心理系統功能 最後就是更改調整 癌症恢復器官的功能 即是如果你任何事情呢 你說呢 這件事是可以做到 這件事 就這些功能 隨便一樣的話呢 那樣東西呢 就立刻變成藥物的 是 袁醫生 我有個假設性 看一下 看一下你怎麼看 是 前一陣子我去日本 我是見到一些很漂亮的 有機香蕉 如果我 我是做一些生意的 我大量入口 我又聲稱那些東西 是我去治病的 香蕉是可以治病的 還有 有一隻鼻腸炭 日本人很喜歡用的 那我又大量入口的話 他又是可以治療很多呼吸系統 那些那些 那些東西 是 你一講 你一有任何的單張 即我入條招就 就當你弱了 是的 你標籤單張 或者宣傳冊子 包裝廣告 任何宣傳的物品上清的東西 就你將這件事 一個普通的香蕉 都可以立刻變成藥 這個是香港法例來的 那這個不是超級大笑話 這個是香港的法例來的 即香港的人 很少人會知道 亦都 即很少人會想 香港傳媒 從來沒有人指出 這個香港現時 這個這樣的 這麼荒謬的條例 存在在香港 但他是查不完 每天海關有這麼多東西 收到 即是是sport check 即是隨便找些東西抽樣 喂 這樣不是喔 袁醫生 我們都奉公守法的 那我真的 如果我報回 我真的會這樣報 那怎麼辦 那他就 拜這個定義 你便用 那他會問你 你那樣東西 有沒有註冊為香港的藥物呢 有沒有藥物產品呢 有沒有DIN號碼呢 那條招來而已 是啊 總之如果你是這樣說 那我誠實 你入這樣床 其他入招那些 那怎麼辦呢 那如果你不說 就不是藥 你一說完就是藥 那就是迫我犯法而已 那你這樣 你便不要說 你最好就不要說給別人知道 就是任何有治療的天然的東西 你最好就不要說給別人聽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就是 令到所有的自然界存在的天然的物質 能夠幫助人恢復健康的東西 你都不能夠利令一般人知道 其實這個條米的最終目的就是這樣 就是鞏固西醫的決定 即是不說就不行 喂 那他講呢 你講就不行 你就不給你講 最主要是不給你講 就是我不說就行 是的 那你不要讓別人知道 就是有好東西 你不要讓別人知道 有些什麼天然的安全的 幫助健康的治療疾病的工具 你就不要說給別人聽 那法例就告訴你 你不能夠說給別人聽 你說可以 那你便去註冊他 你便扔過幾十萬 去註冊那隻香蕉 因為那隻香蕉可以做到這些 這樣的治療的效果 這個是香港目前的條例 是不是 有沒有些實例 或者我們在 或者我們在 或者有位朋友 他都最近 我們一陣間有位朋友 或者他可以和他談一談 他最近有這方面的經驗 就是這樣很荒謬 就是叫做 逼別人不說話 但是如果你這隻蕉 來到之後 你過了海關 沒有去聽 你又賣的時候 說這隻蕉 可以直接可以醫病 那他可以拘捕你了 是的 香港條例就是 他拘捕你的話 那你會問你這隻蕉 這隻蕉蕉 那隻蕉蕉 既然能夠可以治病 那你有沒有註冊過呢 那就是問題人有沒有註冊 多人我想請問 譬如 如果 他 在日本已經 在他們 當地是註冊了藥物的 可不可以借 他的標準 來用回香港那裡 因为这些荒谬的药物条例 全世界不是很多国家有的 是很难的 将外国的注册了一样东西 譬如像美国那样 美国的维他命不是一种药物 它是一种营养补充品 它不是像香港这些法例 当它是药物 就是很难的 其他国家 譬如像我们的联合国世界维珍组织 有一个叫Codex Alimentarius 叫FoodCode 它们都不当维他命是一种药物 它们都不当营养补充剂 是另外一个类别 但很可惜香港是没有这个类别存在的 那么香港不是很宣准吗 你说它宣准 尤其这个条例是几十年的了 很多十年的了 或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几分钟之后再继续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一个鞋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其实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大家对中医有任何认识 中医经常有一种说法 医食同源 其实医药物和食物是有同样的功能 是分不开的 袁医生 你突然这样说 我又记得西方医学之父 都好像有这样说的 是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 没错了 那怎么办 那他是不是跟随这个指引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香港的所谓药物的毒药的规例 是跟我们中医一向所提倡的那样东西 是完全是违背了的 你猜中医所说的食物 是不是一些毒药来的呢 是吧 黑波格拉底所说的食物 他从头都没有说是食物 大家一般常理都知道 什么是食物 什么是药物 但是香港这样的条例之下 其实你任何的食物 其实本质上 已经定义上 其实就是药物来的 就是说袁医生 譬如以你行医的时候 你都用很多营养补充剂 或者浓缩食物 很多香港用这种 就是用自然的方法医病的 不多不少 他都需要一些所谓的营养补充剂 那这个条例之下 你会很绑手绑脚 不是很大限制 是的 其实他最终目的是 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令到所有西医以外的 医疗工作的人员 都在他绑住你的手脚 令到你发挥不到拳脚 就是你最基本的工具 他都不给你用 他就不是不给你用 不过你要用很大的代价 譬如 如果你公司有成 几百种的营养产品的话 你自行你每一只五万元去注册的话 你的成本要多少钱 你才可以开始行医呢 这样你可以看到 你这条荒谬的条例 其实最终的目的是 一种西医霸道的手法 利用我们香港现时的法例 是消除异己 任何对它有影响性的东西 它就可以用这条条例打击你 那我们有个留言 有Fly Dragon的 他说原生讲的 是不是二保果汁糖 那是否说法 香港的制作食品 分分钟都变成制药呢 那如果大家想常常吃的公仔面 那如果有一大堆的化学成分 那这算不算是药物呢 那其实它没有说你化学成分 就算你的化学成分 就算你的化学成分是一些 就是不是一种 香港西药的注册的需要 那其实你有化学成分 就不会当你是 但是如果你那样东西 如果你声称 它是能够更改你的身体系统功能 但其实你不需要声称的 因为香港所有的维他命丸 抗物原那些丸 其实你不用声称 它都当你是 你看到这个的矛盾地方 那样东西是有这样的能力 譬如维他命C 可以预防坏血病 维他命C 不足会有很多 某种身体的症状上 出现的问题 所以维他命C 本身在香港的 药物毒药的条例 维他命C是一种药物来的 是一种pharmaceutical product 虽然我都不知道 在有多少的医学药点里面 是有陈列的 维他命那些 当是一种药物来看待 其实 你可以看到 在很多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一种 药丸製作的物质 一种食品 或者维他命丸 或者有的 用量的出现 那这个 就是当你是一种 药剂物品 余医生 这条条例真是很霸道 这个是绝对 又是他定的 当然他定的 但问题是 他喜欢怎样定义都可以 他不是喜欢怎样定义 他说得很清楚 跟着那几个 他喜欢什么物质素 药物 他都可以 营养补充剂那些药物 我不说公仔面是住 是住 如果公仔面 你说公仔面能够 能够医什么什么病 如果公仔面能够做到这个 那你就犯法 抗癌公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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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某种 魔护面 如果魔护面 能够处理糖尿病 这个魔护面 第一 犯了两件事 一条条例 就是你没有注册 这个药物你没有注册 第二件事 就是你犯了所谓不良 医药广告条例 医食同源 对 好像人参鸡汤 不单好味 就是补气活血 你用补气活血 因为始终是中医的术语 所以变成 某程度上 这是一个生理系统功能 但这种生理系统功能 就不是西方医疗所常用的字句 西方医疗没有叫补气活血 原来没有这件事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 如果你说促进血液循环 譬如你说 我记得地铁 以前有 最近有些公司 就用很多中草药去煲汤 他有很多单张 是说他治疗处理什么 处理物的 我初初见到这些单张 我觉得 为什么 难道条例改了 但没多久 那些单张完全没有了 那就是很明显 那个卫生署一定会动过他们 即是 袁医生 如果你健康店那里 买些人心鸡汤 怕且又会动了 我想 他现在 为什么他现在不动这些呢 因为 他现在说 因为你是一个 不是一个弱软的形式 不是一个软状的形式 也都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分量 这么说出来 是吧 那就是 变成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暂时来说 杨沙鸡汤 据我所知 没有人被人 没有人被 那个卫生署 或者那个去搞 是吧 是的 啊 我们的电话 有位听众打电话来 是的 是的 喂 Hello 你好 喂 是啊 是啊 袁先生 是的 你有什么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方面 是的 是的 在中國藥劑製造成大一個 他們就進行治療法 因為在歐美國家製造五星為強肌 五星為強肌 所以廚房都可以監獄購入 你入口的國家是美國 美國來講同類療法的療劑 是不像香港所說 是當作一種藥劑 一種西藥劑或者毒藥來處理 香港那些藥劑製造是藥劑的 他們也解釋過 其實美國情形又不是藥劑 他提出了另外一件事 只要那些藥劑製造成的 又或者是有依蝕 又或者是這些藥劑 就已經可以進行治療法 剛才我們所說 他的條例是這樣 是這麼愚蠢定的 即是任何的東西 因為我想 有很多自然療法的藥劑 其實他開始自然的方式 取代一些傳統的藥劑 有些藥劑的功效 包括藥劑製造成的藥劑 有消耘的功用 有消耘的就已經是藥劑 但要拿這個注冊 其實有些可數 我覺得 是 其實香港人可能都不 或者可以在背後解釋一下 這個什麼同類療法的療劑 其實是一種西方的醫療系統 好像中醫一樣 是一個醫療系統 其實同類療法 是有成二百年歷史的 西方的醫療系統 但這個是完全不是一本所謂 我們所認識的西醫對抗性醫療的 其實它是一向屬於一種 自然醫療的一系列的 同類療劑的藥劑 它的製作過程 是將一些很天然的物質 譬如食鹽 或者金屬的銅 或者大部分的草藥 它將這些物質 是經過一連串的稀釋 通常有幾種稀釋的方法 一種稀釋的方法 就是用一百分之一的稀釋 一百分之一的一百分之一的一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一 其實可以這樣說 跟療法的療劑 稀釋到最最後 其實可以說是億億億分之一 如果衛生署說這些是藥物的時候 其實在法律上很容易跟它打這場官司 那你叫它發現裡面有什麼物質 其實根本上裡面是完全什麼物質都沒有的 那就是說 如果你有瓶水裡面有些物質 是少到根本發現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的瓶裡面說 這個能夠處理某某某的症狀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藥物來的了 其實香港很多公司 也都是被衛生署上去他們的店裡面 是抄了他們的東西的 那其實香港人 我們經常都好像 就是我們要了解 為何香港這麼多的健康問題 而我們也都知道 而這個世界上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很好的 安全的天然治療工具 那為何我們始終 很多香港人是認識不到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香港有這樣的藥物的條例 那因為這種藥物的條例 认到所有这些天然有效安全的工具 是出不了街的 因为你根本不能够卖不住的 你售卖不住的 因为你要售卖这些东西 你就要将它注册为药物 说真的来说 你明知这个不是一种西药的 为什么你要硬要将它用好几万元 花几年的时间 将它逐一逐一去注册呢 跟它疗化的疗疗成千几种 你试上下有千几种的药 你怎么去注册呢 你看香港的医疗的问题 很多时候 为什么这个问题出现 很明显有它的很实在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香港存在这些这样的条例 袁医生 说又回头了 你知道 又有大麻 又有妈啡 又有海洛英 又有什么绿安酮 你知道 香港人 我们政府经常说要为人民服务 当然是要维护我们市民的安全 当然是有这些条例 如果真的要写的话 应该怎么写呢 这条例 其实真真正正是像外国那样 外国有两种主理的手法 第一是将它分开 它不会将食物 维生素 抗物盐 或者一般传统用的西草药 是当它一种药物的 它另一种 是叫做营养补充剂的条例 这一种是一种的主理手法 其实日本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加拿大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另外一种 你说香港 我想简单一点 不要做那么多切立新的条例 其实只要将那个条例加据 是除了食物 你曾经所说的这种物质 除了食物 加这句话就可以了 除了食物 这个条例可以继续存在 只是缺少一样 食物 所有的物质 食物包括在内 都是能够做到这三个 所谓的criteria 是不是 那你就加它 除了食物 那食物的定义 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一个天然的物质 是我们身体的 日常需要的营养素 或者一种传统用的 天然的物质 那这个就是一种豁免 因为这个条例很明显 是针对是针对 是针对我们所认识的西药 是化学成分的西药 大家一看这个条例 都知道目的是 对付一些毒药 是不是 或者是西药 就是我们西方医疗所用的西药 是绝对没有人会想到 这些条例 是用在我们的食物 比如维生素之类 其实那个法律精神 其实是搞错了 那个法律的精神 表面是没有搞错的 但是呢 在它的定立那个条例的时候 它就是 那个条例的精神搞错了 那个法律精神是 你是想管制那些有毒性 毒药那些 没错 那些法学药品 那你是有那个法律精神是这样的 是有这个需要的 但是在这里 但是不知道谁写了 写这些法律的人 是写到将它 是将食物 都完全是变为一种药物 写错得来 又那班这样的立法会员 又会这么狠狠 是狠狠 我完全都没有人看到的 香港这些立法会 很多很多律师的 是不是 为什么很多人 维护香港人的基本的 医疗自由选择的权益的 是不是 为什么没有人会看得出 这个条例是这么荒谬 是存了很多十年的 其实呢 讲真的来说 我们要了解 就是一般我们认识的 就是天然的治疗的工具 天然的药物 那比如包括维生素 抗物盐 营养补充剂 还有很多的草药 中草药西草药 其实呢 是跟我们的 一般的 我认识的所谓西药的药剂品 是有三个很不同的地方的 我首先是讲那个 维他命和抗物盐 第一 营养素 是 譬如维他命和抗物盐 是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身体的营养 身体的身体里面 是有这些东西存在的 任何的生物 维系健康呢 都要靠这些基本的营养素的 但我们所认识的西药呢 是一种人造的合成物 一种化学物质 是从来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的 那这个就是分歧之一 我只知道呢 你不可以当这种药物的 药物呢 是从来不存在我们身体身上的 但维他命抗物盐呢 一直都是我们身体的细胞组织的一部分 是一种天然的存在 第二呢 维生素抗物盐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存在在我们天然的食物里面的 而我们的要需要注册啊 那些这样的西药呢 是由药厂呢 是制作出来的 是我们自然界呢 是见不到的 也都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那于是乎呢 我们这些天然的药物啊 维生素啊 抗物盐呢 是不可以专利去的 就是不可以去申请专利的 因为这种天然的物质的嘛 就是你不可以将天然的物质 专利作为你公司的专利的物品 那这个也都有第二个不同的地方的 OK 那 那第三个不同的地方呢 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历史上呢 从来没有记录到呢 是有任何的人呢 是死在维生素或者抗物盐 是半宗都没有的 但是呢 只是在美国 单单在美国呢 只是说用药 只是说死在药物呢 每年在美国呢 有十一万三千人呢 是死在西药那方面的 那就是 我们的条例的本身的目的是 注册是说是西药啦 是这些 这些是 不是天然的物质 是 是绝对是有副作用 有有毒的成分 因为每年是死在一 十几万 就是应该一个原意 应该是这样区限的那些 是那些 没错了 但是呢 但是寫到出来呢 不知道是有意无意之间呢 是令到它呢 我们赋予呢 是西医学界呢 是有一个 差不多一个绝对的权利呢 是 就是控制我们的 自然医疗所用的工具的来源 那其实它最终的 定这个法律的目的呢 就是想拥有 这样的法律的权力呢 是杜绝所有的 自然医疗的 从业人员 所需要的治疗工具 那没什么的 你要做行医 你要帮助人恢复健康 你是需要一些工具的嘛 那它怎么打击你呢 因为香港不能够 有个法律说 你不可以做自然疗化医生的 你不可以用营养去医病的 但是它做法就是 将你的工具拔走了 将你的同类疗化的疗剂 拔走了 你没有这种工具 在你的手上 将你所需要用的营养素 拔走了之后 那你便 没得 做不到你要做的事情 那其实整个 这个背后 这样的条例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 那 好了 我们经常都很强调 就是我刚才所说 有些什么做得呢 第一 就是这个条例呢 要改它是很简单的 加一句 所有的 所有的入口的物质 是用在人或者身上 除了食物 那你的食物的定义 很简单 可以定得出来的 那你这个条例呢 你可以原封不动 只是加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香港呢 是有一个叫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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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那个 改革委员会的 有一帮外国人在那里 那如果我们香港人呢 就是有人 想花一点点的精神时间呢 是写一封信呢 去提出 这个 现时这个 这样的条例的问题 那我们就 只是 作一点点东西 着物在 一些地方 改一改 那这个条例 就应该是 可以达到它原来的目的 而不会令到香港人的医疗选择自由呢 是被它剥削了的 那 这个就是其中可以做的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在外国呢 就已经是出现了 比如我曾经所说 比如美国啊 加拿大啊 英国啊 其实呢 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营养产品呢 现在是越来越多人采用的 那有一个估计呢 在 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西药呢 是可以用这些营养用品 是取代的 那所以它看到 药厂可以看到这个危机 是很大的 那 甚至乎呢 可以百分之九十五 现时我们所用的西药呢 都可以完全用这些营养的产品 是取代到它的 那所以他们是看到 一个很大的危机 其实Dr.现在他每年呢 那么多那些化学合成的 新的所谓的化学物质出现了呢 变成了西药呢 其实对那个生态系统 那个影响都还未知的 不要说那个生态系统 就是对人 对人 对人的影响已经知道了 人都是小自然 那只是这么说呢 我们不要说整个医疗价 只是说药呢 对对美国人的 是美国人的第三大杀手 就是起码十一万人 十几万人呢 是每年呢 是死在那些 这些这样的药物那方面的 就是好像等于呢 每一日 有几架这些这样的 珍宝客机 波机 是杀死了 然后三百多人 每日都这样死 那就是 这个是我们看到呢 现时的医疗的问题 那个 那个现象就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 那么 现在其实药厂已经了解到 有这个危机 因为呢 这些这样的自然的工具呢 是绝对是可以 用安全有效地 是取代很多的西药的 那 于是乎呢 现在的新的手法是如何消灭 这些美国 加拿大 然后澳洲 英国 这些这样的产品的市场呢 现在就出一招呢 是用一个叫做 Codex Alimentarius 那这个呢 前身呢 就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有一个叫做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那其实这个组织 在1960年成立呢 当时的目的呢 是设立一些标准 对农作物 食物的标准 前身是这样的 那最近呢 就跟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 就合并了之后呢 那它开始呢 就为了一些所谓 营养产品呢 是作一个标准的定量 那其实呢 它将来呢 大家可以遇到呢 它将来呢 它将很多的 我们常用的维他命啊 抗物盐啊 那些那个用量呢 它就会设了上限的 那其实呢 主要目的是呢 是将它那个 用量的剂量呢 是低到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生理系统治疗的功效的 那这个其实呢 就是Codex Elementary的 在欧洲现在推动 是德国开始 其实背后是大药厂推动的 那它永远是用这个的借口的 就是我们要作为一个 全世界作为一个标准 那大家可以遵从的 那这样 那但是呢 它就利用这个标准呢 是逼你每个国家呢 你用那些营养素 维生素呢 你的份量呢 一定要很低 那它仍然是安全 虽然我曾经讲过 根本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人 是死在抗物盈云维生素的过量的 好了 那这个大家都看到呢 那在外国呢 很多的组织呢 已经群起呢 就在英国呢 是打着这场官司的 要阻止呢 欧盟的这些这样的法例呢 这些愚具法例呢 是会散播到英国 当然如果英国一塌呢 加拿大美国一塌 现在能够维持到的呢 是有纽西兰 美国 加拿大英国 还有些所谓消费者 还有些所谓的医疗选择的自由 其实很多国家 譬如你欧洲来说 欧洲没有什么健康店 你走去看看呢 根本是有的东西 是很皮毛很皮毛的营养产品 其实最终目的就是这样 袁医生 这个战场不是更厉害 比真正的坦克更厉害 没错 因为死亡人数 是多于所有世界大战 加加买买的 即是一个翻版的世贸 是 这位Fried Dragon 刚才我也是 他提及过 衣食同源这个问题 刚才阿金提及了 其实希伯格拉底 常常说 食物是我们最好的药物 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到 食物是等于西药 这些药物的产品 其实香港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我觉得大家要 第一 有机会多些 把这个问题止沉出去 我们有一个香港更好大行动 也有很多些 就是我们的partition 就是直接把这个讯息 在网上按一下 给我们立法局的议员 其实还有一件事 我要大家了解 其实这个问题 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其实香港做什么呢 完全是抄抄别人的 就是外国做什么呢 它叫harmonization 协调 人家那些不良的条例 其实主要是西医药厂 背后设计出来的药物 香港就会照抄的 香港就不是很多人了解这个问题 而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其实不要紧要 因为呢 如果你上网 上我们的battle hong kong 那个网站 我们连了很多的网 在外国 很多这些人 是为医疗选择自由 在奋斗 在作战中的 其实呢 如果我们是能够 帮英国 或者帮美国 打烊他们的那场仗 其实香港 其实是抄人 如果外国 美国 英国 可以能够维持到 医疗选择 营养素 选择的自由的话 那香港呢 这个自由呢 可以坚持得到的 如果在那边的战场 输了的时候呢 那香港 一定就没有了 一定是会照抄人家的了 就是好东西不抄 在纽西兰也好 美国也好 然后英国 加拿大很多的 那我们只要呢 是上网呢 是加入他们的那个 了解他们所做的事 譬如帮帮他们 为了捐少许钱给他们 等那场官司 打得顺利点 那其实呢 我们很多事情 是可以做的 我们不用那么无奈 譬如很多公司 是给他们这样 来到抄家过之后呢 很多人都是不出声的 就是觉得呢 就是 我们政府是一个 很庞大的机构 他不了解政府 是我们的公僕的嘛 是我们纳税人养他的 是吧 现在我们可以让这些 这样的机构呢 来到侵蝕我们 来到伤害我们的健康自由 来到从而伤害我们的健康呢 不是 原医生是 就是一般香港人呢 有个想法了 他认为呢 政府呢 是要呢 就是 就是 赋予政府呢 有什么权力呢 去维护我们的权益 或者健康 譬如我们被人侵犯呢 你就要拘捕这些坏人 是这样的 就是那些人这样想的 你明白吗 就是 所以 所以 整天呢 政府前政府后 最好政府呢 就做了我爸爸我妈 就是 什么都最好 就是他了理了 他没有想到背后的隐形帝国那么厉害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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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清真相 你就 自然会看通些东西 看通些东西 你就会懂得怎么做 就是 就会有望去解决 就不是说 就是 就是 你看不到背后这些真相的话 你就经常被人拖着来走 就 永不解决 是 是 是 我们其实想做就是做这些东西 是 我们希望是大家了解到 其实地球上很多问题要解决 就不是要依靠 什么的 就是 就是 一个 偉大的 力的 政治领袖 其实是真真正正 要做的事情 是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 出十分之一的力量 就是 就像《教育圣经》所说的 十分之一的力量 啊 袁医生 你好像有一本书 是说世卫背后 那些 就是 一个组织 和背后在搞什么 是否有一本 有一本叫什么书 有一本书 有一本书 这本就没有 暂时就未曾有 那个中文翻译本 叫做《Medical Mafia》 医疗黑手党 那其实这个作者是一位西医 那这本书 1995年写出来之后 1996年就被医学界除了他牌 那就是 其实你要知道 其实西教掌很多这些有心的人士 是不惜牺牲自己的 即是 谋身的工具 的牌照 的专业 是为我们做很多事情的 那其实呢 那这些人呢 是需要我们在背后 出少少力 是帮帮他 那 好了 那时间其实都很快就过了 是啊 那我们希望呢 大家呢 就是 多些参与啦 如果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或者用一个ICQ的留言也好 或者打电话 和我们聊一下 那或者可以介绍一些人呢 对这方面有特别的见解 或者想到一些解决的方案的话 那我们下一次呢 我们会继续讨论我们香港的医疗问题 那我们会讲一讲 再继续讲一讲医疗保险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还在糾纏着 那还有呢 刚才金慧宁提出 那个医生为什么不可以卖广告呢 那这个问题呢 真正的原因是哪里呢 我们下一次会和大家讨论 背后 我知道你背后都知道很多这些背后的问题 那我们稍后再谈 下个星期见 好